又到我們逢星期五晚8點至9點理財資訊站的實地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修榮 今晚我和我的拍檔Sherry 就在這裡為大家解答國洋有關於財務的問題 不過待會節目的初段 我們首先會補充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講有關於出租物業業主要注意的事項 但今晚我們也會講到和大家報稅有撤身關係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見 上個星期我們在節目的初段 講到和出租物業有關國洋的資料 我們播出之後 有很多觀眾有不同的迴響 很多人問我們一些其他的問題 也有些觀眾給我們一些額外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想先用一點時間和大家講一講 有一些觀眾說我上個禮拜提到業主要給租客 有一些標格有七項八項這麼多 那些文件去哪裡拿呢 如果你加入了那個加州的房地產協會 那你就可以上去下載那些表格 所有的表格都是那個協會提供的 但你如果不是房地產經紀 你不是那個協會的會員 你是拿不到的 那我就收集了這些文件 我就放在我的網址上 連租務合約都在上面 大家可以上去 我收榮.com 我的網址 就在第一頁那裡 你按進去就可以拿到那些表格 有一位姓陳的觀眾 就給我們幾個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個提醒他就說 屋倫近期是通過了 是不讓業主問那些 來申請租務的人 你有沒有那個犯罪的紀錄 我上一次提醒 這個是在你的申請表上面 要問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過去有沒有犯罪的紀錄 但是這位的觀眾 是提醒我們 屋倫是不讓你問的 第二就是 他說應該 在這些有管制的地方 譬如三藩市和屋倫 你那個租務合約 就要用回合那個城市 我亦都將三藩市的租約 和屋倫的租約 是放在我剛才說的網址 你可以上去下載的 他亦都提醒那些業主 不妨是買那個雨傘責任保險 一百萬都是幾百元一年 那就給你有多些保護 他提醒說 你要多些拍照 他還沒搬進來之前 那間屋的情況是怎樣呢 你要拍照拍低 我又提醒 你每一年進去檢查的時候 也都應該拍照 他離開之後 你也都是要拍照 最重要是整天要拍照 有一些城市 好像三藩市 好像屋倫這些 是很保障租客的 所以業主 一定要說話 要很小心 各樣東西都要寫下 也都是三藩市的業主 要上去三藩市的 那個rent board 那個web site那裡 去看清楚 屋倫也是 盡量和租客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大家千萬不要對立 好了 我們講完出租物業之後 我們就進入今晚的正題 就是講報稅需支 我們第一個話題 就是需不需要報稅呢 那我們就有四個的情況 是給大家知道 不是一定要報稅的 第一個情況 他只有一些社安退休金的收入 或者他其他有少許的收入 他的收入都不過他的免稅額的 所以他的社安收入 是全部不需要當作收入的 其他的收入又沒有扣起稅 那這些朋友 他是不需要報稅的 第二就是子女 很多家長問 我的子女 課如有做工作 有些收入 需不需要報稅呢 或者是把他的收入加上父母的稅表 絕對不會加入父母的稅表 你可以繼續claim他做dependent 但是如果他的收入 有預先扣起了那些稅 你就要報稅 去把那些稅拿回來 所以子女是應該自己報稅的 第三個情況 就是你有一些1099MISC的收入 即使你的收入 是不過你的標準扣稅額 你是沒有入息稅要付的 但是因為1099MISC的收入 是要付那個所謂自僱稅 超過400元的收入 就要付自僱稅了 自僱稅就是為將來的 就是社會保障 以及是Medicare的 所以如果有1099MISC的收入 即使只是幾百元 多於400元 都是需要報稅的 第四個情況 就是你沒有什麼收入 你都沒有什麼稅要付 甚至是完全不需要付稅 但是如果你家裡 是有小孩子 是17歲以下的小孩子 那你是可以拿到那個 那個所謂child tax credit 那個就算你不用付稅 你都可以拿回1400元回來的 另外如果你的收入 是不過一個限額 如果單身是不過15000元 如果是結婚了三個小孩子 不過5萬 將近56元 你都可以拿到那個叫做 earn income credit 那個是你不用有稅要付 總之你有些收入 他就會退稅給你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就應該是去報稅的了 所以有些是不用報 有些要報 不用報那些 你報都無妨 就是你浪費了時間 但是有些 你雖然是可以不用報稅 但是你都應該報稅 去將一些退稅 是拿回來的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為大家講解 謝謝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 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SBTV.KTSF.com收睇 歡迎你收睇 理財資訊站 我們繼續為大家講 一些報稅方面的資料 下面這個話題 就是到底你自己報稅好 或者是找專業人士 幫你報稅好呢 那我這一段 我就交給Sherry 和大家講解 Sherry 自己報稅有什麼好處呢 那你自己報 第一當然你就省錢 你可以自己去 你不需要付錢 給人幫你報 那其實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 你可以更加了解 你自己的財政狀況 那你知道了之後 你可以更加好去規劃 你自己的資金 怎樣分配 那如果你是想著 請人報 請一些專業人士報的話 那那好處當然 你就幫自己 省了時間 這件事不需要你自己做 那但是呢 他們同時 就不會claim少了東西 他們專門做這一行的 所以其實主要專業人士 可能就是幫到他們這件事 那你自己報稅的途徑 就有幾樣的 最基本的就是 如果你的稅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就這樣去上網 下載一個表格 然後自己手填都可以的 那如果是 第二種呢 就是你可以去一些網站 比如是Turbotex 或者是H&R Block 那還有如果你的收入是低於6萬9元的話呢 你可以去國稅局 IRS的網站 或者是 for州的稅呢 你就去這個Franchise Board 你都可以來上網報稅的 另外呢 就有一些軟件都會幫你報稅 那你可以上網去報 或者那些軟件呢 就可能有個CD 可能給你買回家 那你放在自己的電腦上就報稅 那還有一個方法呢 是免費報稅的 就是有不同的非牟利機構 是可以幫你免費報稅 不過呢 他那些報的呢 多數是有收入限制 還有呢 你的稅表呢 是要相當簡單的 那我就 為國星來做一個宣傳 國星屋輪呢 我們已經是 第十幾年呢 是幫收入不高的家庭來報稅 你只要打510 893 3210 你就可以預約的了 那下面呢 就要為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 教育費用的抵稅額了 那些學生的子女呢 讀大學呢 是可能為父母呢 是帶來很大的抵稅 扣稅的好處的 那講到這個題目呢 就一定要講那個叫做1098T 這個表格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呢 1098T T呢 就是tuition的意思 tuition 那這個表格呢 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呢 我就找紅圈圈圈 大家看一下 第一 第一那裡呢 就是 你在去年 你給了的學費 和雜費的金額 第二個圈呢 就是那個 第五號那個 那個格 第五號的格呢 就是grants and scholarship 學生貸款不在這個表格上面的 第五個格呢 就是你拿到的助學金 或者是獎學金 即是不用還的 那這兩個格 裡面的數呢 是有些什麼的巧妙呢 原來如果是第五個格 是多過第一個格 就是你拿到的獎助學金呢 是多過你要給的學費和雜費呢 那凸出來的那個數呢 就是叫做要付稅的獎助學金 英文呢 就叫做Taxable Grant and Scholarship 這個是學生的收入來的 不是父母的收入 是學生的收入 那需不需要為這個報稅呢 那學生都有12,200元的免稅額的 所以如果他的收入 包括這些Taxable Grant and Scholarship 和他出去做Part-time的收入 如果加上不超過12,200元 他就沒有入息稅要付的 如果他出去工作的那些是W-2的收入 不過12,200元 他連稅都不用付 即是他沒有需要為這些 要付稅的獎助學金 是來到報稅 如果是第五個格 減第一個格 那個數加上其他的收入 是超過12,200元 那他就要報稅 和有些少稅是要付的 如果第一個格的那個數 即是學費雜費 是超過了第五個格的那個數 那即是有些學費雜費 是你們自己要付的 就算是用學生貸款 都當是你自己付的 好了 那這些呢 凸出了第一個格 多過第五個格的數 就是叫做合資格的教育費用 那如果你的學生是讀大學開頭的那四年 那這些的費用呢 就可以幫你拿到 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 4,000元就可以拿到 2,500元的抵稅額 就算你不用付稅呢 你也有1,000元拿回來的 所以呢 這個是最好的稅務優惠 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 剛才說如果有收入 就在學生的稅表那裏 這個稅務優惠呢 就在家長的稅表那裏 所以呢 你這些教育費用呢 是要看學生的稅表 又會影響到你的稅表的 那補充一句呢 你雖然是學生他自己有收入要報稅 但是他在24歲以下呢 你不論他是賺多少錢呢 只要他在那一年去年 有五個月的時間是全時間學生 你一樣家長報稅的時候 是可以claim他做dependent的 你拿了稅務好處 還可以claim他做dependent claim他做dependent 那個dependent就有500元的減稅 所以呢 這個是要注意了 好了 最好的教育費用抵稅額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American Opportunity Tax Credit 如果他已經不是讀開頭的四年呢 那就可以claim那個 叫做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就沒有這個AOTC 是這麼好的 所以最好的呢 就是claim這個AOTC 好了 那我們跳一跳下去呢 講一講這個禮拜重要的經濟數據 一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只是微升了0.1%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沒有通脹的跡象的 一月份那個零售業呢 就增長了0.3% 我們也看到呢 消費者的那個情緒指數呢 是不錯的 是超過100 是10.9% 所以呢 美國的經濟呢 大致上依然可以維持 所以近期呢 雖然是東南亞那邊 SARS 那個肺炎 武漢肺炎 那個那麼嚴重呢 但是在美國這裡呢 暫時是沒有影響到 美國這個經濟 也都沒有影響到 這裏投資者的情緒 好了 30年固定房屋貸款利率呢 就跟上個禮拜完全一樣 15年固定房屋貸款利率呢 3.375 而大額的貸款呢 3.625 這個水平呢 是相當低的 好了 那我們講到這裏 休息一下 一會兒我們回來 開始解答一些 短訊入來的問題 一會兒見 我們回到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這一段 是回答一些短訊入來的問題 大家一想起有問題 就可以短訊入來的了 我們的電話是415-595-5361 595-5361 595-5361 第一條問題呢 就是我請Sherry來問我了 這個觀眾呢 他就新移民來加州了 還沒買醫療保險的 2月那時候找到一份工 大概每一年呢 他入息是3000元 現在才知道要買醫療保險 他就問你 需不需要付罰金呢 這樣的情況 現在是說 他去年 他沒有說過幾時移民來 但他只是做了兩個月的工作 只有3000元 所以他是沒有需要付 他去年是新移民來 這個是特別的情形 所以即使他去年 是沒有醫療保險 都應該符合那個豁免 罰金的 所以去年 他應該是說他有特別的情況 所以他是沒有買到那個醫療保險 應該就不用罰的 好了 我們下一條問題 讓我問Sherry 這位觀眾他說 生前信託就比較麻煩 但是他又想把他的房子 是剩給他的子女 他可不可以到地保官那裡 做個簽名 這麼簡單的方法呢 有沒有其他方法做呢 其實就不是說你去過地保官做簽名 你首先要去拿一個TODD的表格 然後把這個表格拿去地保官做一個公證 這樣才去登記 這樣才有用的 這個TODD的表格就在林先生的網站 就可以下載的了 或者是直接給我一個電子優件 那我就會把這個表格和那些怎樣填 那些資料 是一起寄給你 那你自己做了呢 去地保官面前 證明了你簽錢 你拿去你的County登記署那裡去登記 那就可以了 好 請你問我下一條 那這個觀眾呢 就有一間獨立屋出租 是Daily City的 那如果想拿回來自住 是不是要給搬遷費給那個租客呢 那要給多少 那Daily City本身呢 就沒有這個租務管制的 即是沒有立了例呢 就說屋主收回房子回來 你是要給搬遷費他 那至於現在那個 全個州那個租管 那個AB1482呢 這些獨立屋呢 也都是豁免 即是不在那個租務管制裏面的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你這間屋呢 是完全不受租務管制 你那個租約完了 或者呢 如果你是逐個月租呢 你給60日通知他 如果他住了一年以上的話 那他就要搬走的了 你是不用給搬遷費他的 下一條問題 讓我問問Sherry呢 他說去年5月呢 就跟子女一起買了一間屋 那就是他們是全部一起落名的 那他就從貸了 現在是不是趁著從貸的時候 拿走他的名字好呢 還是留回他的名字在那裡 不過他做的生前信託好呢 Sherry 那就要看他想那個 不經過Pobay 還是他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純粹說 翌日那間屋可以很方便 這樣給子女繼承呢 其實如果那間屋是Joint Tenancy 到時翌日是直接就是由子女繼承 就不需要再特別去做些什麼 但是如果他想翌日省稅呢 那其實就是做個生前信託 那翌日給子女他那部分呢 就有一個提升的那個 沒錯了 最省稅呢其實就是由你擁有 子女不要擁有 你做個信託指定翌日給子女 那翌日子女繼承這個產業呢 就全個成本是提升 就是Sherry剛才說的那個稅務好處 這個呢就是最好的了 好請Sherry問我 這個觀眾就問你呢 如果去拿屋契的副本 那他要帶些什麼證件去呢 屋契呢就是公眾紀錄的 所有東西在登記署那裡登記 包括你登記的TODD 都是公眾紀錄來的 那就是所有人都可以進去拿的 不用證件的 你不用證明你是屋主的 所有人都可以去拿你的屋契 所以是不用帶證件 你去到找到你哪些想影印 你給錢就可以影印的了 好了 我問Sherry 如果一個出租物業 住客的狗呢 又破壞了一些欄杆 又傷了一些鄰居 那時候那個業主需不需要負責呢 那業主是要負責任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買保險 你是買出租房的那些保險 它裡面都有包括這個 liability的保險在 所以出些什麼事 可以保險公司可以有的claim 沒錯 下一條呢就是這個觀眾就說 這個自住房屋買屋賣屋 和重貸的費用可不可以扣稅呢 我們先看一下points 即是你買屋的時候 或者你重貸的時候 你很可能是要給點points 這些points 如果你買屋的時候 就一次過在那年 就可以放在那些利息那裡 其實這些points都是利息來的 不過你是一次過給 那你如果買屋的時候 就一次過扣稅 重貸的point 就要是逐年扣 跟回你的貸款是有幾多年 好了 那買屋的時候 有很多的費用 你去驗屋那些 全部都沒得扣的 那些全部都沒得扣的 你只能夠將那些的費用 放在那間屋的成本那裡 第二天呢 是用來減低你的capital gain 好了 下一個問題呢 給Shirrie就說 如果租客提出房屋 或者家電是需要維修 你租一間屋給那些租客 那你有留下雪櫃 爐頭那些給他 那這些東西呢 有沒有規定呢 如果壞了 屋主負責 還是租客負責呢 如果是租客負責的話 那些費用有沒有上限呢 那一般來說這些情況 就要看你租約有沒有特定列明 這些費用 維修費用 是誰負責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屋主 是你生活一些必需品 比如你是暖氣啊 冷氣啊 或者爐頭啊雪櫃這些 很多時候屋主都會幫你去維修的 那如果真的要這個租客自己維修呢 這些費用是沒有上限的 你要製造怎樣 都是你自己可能要給的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就回答到這裡 我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是星期日晚5點半重播的 而這個節目你可以上SBTV 在上面 是美加地區即時可以收看的 我們稍後回來見 大家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或上網 可以從SBTV.KTSF.COM收看 我們回到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由現在開始一直到九點鐘 都是接聽大家打電話進來 你可以即時問我任何有關於理財的問題 就是講給大家聽 我們這裡的電話是800-616-6220 在我們未開始聽電話之前 讓我再重複我剛才的尾段說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是逢星期日晚5點半重播的 這個節目我們今天應該是第174輯 前面73輯那些錄影 全部都可以上我譚天雪地的網址 你是重複看的 而今晚這個錄影 是禮拜一挨晚 你就可以上本台的網站 或者是上我譚天雪地的網址 你可以重複看的 這是禮拜一晚 最遲是禮拜二早上 我們應該就放了 上去我們的網頁上面 這個節目呢 外周的朋友 無論他在美加哪裏 在灣區以外 他都可以上SBTV 就可以即時收睇 好像你現在收睇的 請你告訴你 你住在美加其他地區的親戚朋友 好叫他們都可以 好像你這樣 即時收睇的 我再說一次我們這裏的電話 800-616-6220 我們現在來聽第一位的 就是阿欣先生的電話 欣先生你好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一問的 是 我去年 2019年的時候 我轉了第二份工 然後我最近收到 有一份 form 是1099R 我想問1099R 那個box one 那個數字 我是不是需要報稅 1099R 就是你那些的退休金 你是做了提取 是不是 你是不是把你那些 401K的錢 是轉了出來 沒有轉過 沒有轉過 那你的1099R 是哪一個發出來給你的 前一個公司 前一個公司 你在那個公司的 那個退休帳戶那裏 是不是有些錢 你拿了出來 都沒有 如果沒有 是不會無端端 那個1099R 出來的 1099R 一定是 你的退休金 又拿了出來 然後他才會發 1099R 那你在前僱主那裏 有沒有參加他的 401K計劃 講真的那句 不是很清楚 但是 既然收到的話 應該是 有些事情可能搞錯了 我可能要回到前僱主那裏 你要回去 但是如果你沒有參加的話 你沒有拿過錢出來 很多時候 參加了401K 他走的時候 他沒有拿到那些錢的 那些錢 那些錢 留在401K 就不應該有這個1099R 有1099R 一定是那些錢 從退休戶口出來了 你看看你那個1099R 下面那裏 那個code 是不是寫著第七項 是不是寫著七 這件事真的不清楚 要看一看才知道 OK 那你要回去問清楚 你如果沒有提到錢出來的時候 是不應該有1099R的 你有1099R 一定要報在你稅表那裏 但是你先搞清楚 到底是什麽一回事 那就知道怎樣報了 好 我們來聽一下楊女士的電話 楊女士你好 你好 多謝你收聽我的電話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有個女兒出來做工 她和我住了一年 她每個月都給了900元給我 那那900元每個月900元 那我是要報稅的 是不是 不是 你的乖女兒又很孝順 每個月是給你900元 這個900元就是她效敬你的 她是不是跟你一齊住的 是啊 所以她這個就是幫手給家用 是不是 是啊 無論她是給家用好 她效敬你也好 這個都是她的禮物 這個不當收入的 你不要用這個來報稅 這個不報得稅的 那她都不可以報稅的 是不是 她都不可以用來扣稅的 因為 這個是因為她給地方去住 供她食宿 還有她孝順父母 這個她是不能用來扣稅的 你又不用當收入 她又不能扣稅的 好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有整一年 那個前面呢 那個前面呢 那個我前面的老公子 她沒有給那個 那一個 賣的支援 但是呢 她之後如果她給了 一塊錢 比如1萬9元 到時我應該怎樣處理 這筆錢 這個spousal support的稅率有些改變了 稅率是今年改變的 如果這個是過去的spousal support 過去的spousal support 你就要當作收入給稅 它就可以用來扣稅的 但是從今年開始 對不起 去年已經開始了 去年已經開始了 就是你是不需要用來報稅的 但是它又不能扣稅的 所以你收到這筆錢 你什麼都不用報 它又不可以用來扣稅的 是2018年 2019年 2018年已經開始了 你儘管你用電子優件的 用 你給我一個電子優件 我和你檢查清楚 我的印象當中就是去年開始了 但是我要檢查清楚 不是今年才開始 如果今年才開始 你去年就要把這個當作收入 它就可以用來扣稅 你是什麼時候收到這些錢的 我還未收到 如果我真的收到之後 原本是每個月給我 你如果還未收到 一定是至少2020的 一定是那個新例的 新例就是你收了 你不用當收入報稅 但是它又不能扣 可以 那這個錢我可不可以放到4-1-K 不行 因為這個不是你收入 這個不能放到4-1-K 又不能放到IRA 這個是它給你的生活費用 不當收入 不能放到IRA 不能放到4-1-K 4-1-K你一定是雇主提供的 你這個都不關部主事 哦 明白明白 謝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會兒我們回來 再為大家解答問題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sbtv.ktsf.com收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們繼續來聽觀眾的電話 下一位是梁先生的電話 梁先生你好 是林先生你好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那些Pension 事發要納入報稅 你的Pension是你以前的僱主給你的 是嗎 是 OK 那些是收入的 全部要報稅的 那怎樣報稅 是不是加上那些退休金一起報稅 你所說的退休金 是社會安全退休金 是嗎 是 這兩種雖然都是退休金 但是Pension 和Social Security 那個報稅是不同的 Social Security 可能有部分要作為收入 有可能是全部不用作為收入的 但是你的Pension 就全部要作為收入 Pension 就要填在1040報稅表 第4A和4B那裡 但是你的Social Security 就要看看你其他的收入有多少 你是結婚還是單身的 是結婚的 結婚的 你太太有沒有收入 有 又是退休 有 他也是拿社會安全退休金 是嗎 是 那你除了Pension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收入呢 沒有 你Pension一年大概拿多少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就是萬二元 OK 你的Social Security 全部不用當作收入 全部不用當作收入 明白 OK 謝謝你 第二個問題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是買了電車 但是我只能夠用缺歐金的收入 那個是否想走聯邦政府的保鐵呢 那個的退稅是non-refundable的 即是你是沒有稅要付的 因為你的收入 那些Social Security 全部不用當作收入 那你只是萬二元一年的Pension收入 是低於你們兩位兩萬 如果你兩位都過了65歲 你有兩萬七千元的標準扣稅額 所以你是一點稅都不用付 那些電動車的Tax Credit 對你完全沒有在用了 那就是說新年代政府的保鐵呢 沒有的 沒有的 因為你沒有稅要付 那些是幫你減稅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如果有子女 他收入高 他有稅要付 由他們買了給你駕駛 他就可以拿那幾千元的Tax Credit 用來減稅了 但是因為你是沒有稅要付 變成那個對你沒有作用了 但是如果用他的那個名字 那個買的保險也會貴 那針就沒有兩頭利的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是 是啊 你稅那裡沒有益處的了 對你 OK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我們來聽一下 是Amy的電話 Amy 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問你 我買了一間屋 一部份是自住 一部份是出租 那我想問 我是不是住滿兩年之後 都可以享受那50萬的免費額呢 沒錯 你因為是你把一間屋裡面 有部份是租出去 就是在同一個屋頂之下 那當你賣屋的時候 是當你的房子好像沒有租出去 是不需要把它拆開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稅務優惠 如果你不是你屋裡面一間房 或者兩間房租出去 你譬如在後院 現在很多人呢 是建個ADU在後院 它是同一間屋是分開的 雖然是同一個屋契 但是呢 到它賣屋的時候呢 就要拆開了 按它們面積的比例拆開了 因為它不是在同一個屋頂之下 但是你是說你的屋裡面 租了一部份出去 是不是 是樓上樓下 那就好幸運了 賣屋的時候 不用你過去有租出去 全個capital gain 都可以用你夫婦 50萬免稅那個免了它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想問你呢 我今年就想報出租收入 因為一部份出租 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你真的有租金收入 你是要報的 不是你喜歡就報的 因為有個問題呢 因為今年呢 我就是因為出租 所以就有重新裝修 樓上樓下 那我報出租收入的時候呢 那那個裝修的費用 是怎樣分攤呢 你裝修的費用呢 是要放上去你那個屋的成本價那裡 那你這間屋呢 你買回來 譬如你40萬買回來 你第一個報稅單 那個property tax 就會將它分開做那個improvement 還有那個land 那那個比例呢 你就是放進去你那個 買回來的成本那裡 來到算你有多少呢 是那個屋的上蓋 那個呢 就是你depreciation 那個basis 就是分27年半 那你如果是裝修了的時候呢 那個跟地無關的 那那個裝修的費用呢 就加上去你那個improvement 那個部分那裡 就是增加了你那個depreciation 但是因為你是把那間屋部分租出去呢 你不可以用整間屋來 去depreciate 因為你有部份那間屋是自己住的嘛 那你就要計個面積了 譬如你是把那間屋 四分之一租出去 那你就拿四分之一的improvement 連上你的裝修費用加起來 然後拿四分之一 再分27年半來到折救 哦 好啊 謝謝你林先生 好 多謝你電話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 或者我們提早一分鐘 我們休息一會兒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為你解答問題 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睇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們繼續來聽我們觀眾的電話 下一位是黎先生的電話 黎先生 你好 哈囉 你好 林先生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在南三藩市那裡住的 那我的房子就買了十年了 那星期日那天那些風很大 那整個屋頂那些膠那些 就是覆蓋住那個屋頂那裡 就吹了它過隔壁那邊 那我就去報了那個印索公司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得陪啊 或者是人家隔壁那邊 又怎樣情況呢 嗯嗯嗯嗯 你有沒有過去隔壁 檢查一下有沒有造成損毀啊 有啊 他有些膠片啊 那些藍的 就是你弄壞了它 弄壞了它一些東西 但是就不是很緊要是嗎 是啊 不是很緊要 不是很緊要 那你這邊呢 你弄屋頂你找了人來弄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我叫了那個印索公司來看 那它來檢查了 那我就不知道它有沒有得 OK OK 你沒有找人來隔壁 自己弄是要多少錢啊 沒有做過 整個屋頂要弄的都要幾萬元的 幾萬元這麼厲害啊 幾萬元這麼厲害啊 三萬元 OK 那你就要報現索了 一般來說呢 我們就 凡是有些什麼損毀呢 都是自己去估了價 有些情況下 就不驚動到保險公司的 即是如果一萬幾千呢 你寧願自己弄 因為呢 你一報現索公司 它下了案之後呢 可能有些加理價 有些印索公司呢 就很沒人道的 你一直都不報呢 那麼就連年收你保費 你一有東西報了 它下了 就不接受你做客人的了 所以如果幾萬元 你當然要報了 都要Claim 但是如果是 有些是一兩千元那些 那些 就要考慮是否報了 那如果是這樣 你現在已經 報了 現索公司 你唯有是等它回來呢 它有沒有找人來估過價 它有人來量度過 和看過 檢查過 這樣 OK 因為它主要就是隔壁那邊 隔壁那邊 隔壁那邊 有些什麼損位 它也有看過 拿手機拍照 這樣 如果這樣呢 保險公司會負責的了 你會有一個 是你自己要付的 即是你不可能 是一些都不用付的 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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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要做幾萬元 又要做到對面那裡 那你都 都是被迫要報現索 你已經做了 那你現在就等它 回來告訴你 它們什麼時候 怎樣做 那你就交給它 如果它給得少 我自己做了 找人去做 行不行 你現在不要找人去做 你已經報了 它有個紀錄在那裡 你現在不要它陪 你說我自己搞定 它都已經有個紀錄在那裡 要麼你就當初 完全不要報 但是如果你現在選委得這麼厲害 你說幾萬元的話 那就應該報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選委 你就不要報了之後 然後說我還是不用你做 它都留了它的紀錄在那裡 所以那些最好就是避免 就是一般 濕濕的那些事情 就自己做 你現在已經報了 你就等它回來 告訴你 會怎樣做 你只是應該給你的 deductible 它不會說 你要付三萬元 我只給你一萬 你自己付兩萬 不會的 你只是給那個 deductible 就可以了 所以你給點耐性 等它 它會回來告訴你 OK 好 我們來聽聽鄭女士的電話 鄭女士你好 鄭女士在那裡嗎 鄭女士 鄭女士 輪到你了 謝謝林先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Living Trust 和TOD有什麼分別 和稅務方面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好處 生前信託 就是一份正式的遺產策劃文件 裡面律師會和你很詳細 把所有的東西都列出來 並且你樓下的指示 是可以很複雜很詳細的 什麼給那個 給那個之後 又給那個 你可以說得很詳細的 因為TODD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文件 給你可以為你的屋子 是指定受益人 而規定受益人 一定是評分的 就是你四個受益人 每人四分之一 所以它是比較簡單 比較死板 你是不可以有很複雜的指示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 那個情況很簡單 你的屋子又想著 將來呢 就是兩個子女他們平分的 那麼簡單的 你做一個TODD 都可以達到避免認證的好處 生前信託主要的功用 都是避免認證 以前有些稅務上的好處 現在因為遺產免稅額 每一個人是一千一百萬 起碼 已經沒有遺產稅這回事 所以現在在遺產策劃的過程 都不用考慮到 怎樣去省那個遺產稅 因為一般人都沒有遺產稅 就看看你的指示 你想多複雜 你想省錢 有一個不同的就是 你信託一兩千元 TODD自己去登記 每張登記 一百元左右就完成了 好啊 好啊 謝謝你 好 如果是想拿這個TODD表格的聽眾 你就給我電子郵件 其實我已經放在我的網址裡面 你進去理財天地的部分 再進去遺產策劃的部分 你就會看到我有一篇寫著 另外還有其他方法來避免認證 裡面就是講這個TODD 上面有一個連結 你點擊就可以下載這個表格 但你說我找不到 或者我免得找 你就給我電子郵件 我那個譚天雪地的網址 在第一頁上面 是有我的電子郵件地址 你給我電子郵件 我就會把那些資料給你 好了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聽大家的電話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SBTV.KTSF.COM 收看 好了 我們又到我們節目最後一節 我們爭取時間 來聽我們觀眾的電話 我現在來聽陳女士的電話 陳女士你好 林先生你和主持人你好 我也有一個問題 那個401K和那個IRA 就改了72歲才 正是拿第一次 如果你是今年以後 你今年以後 你今年以後70歲半就是 怎樣 以後43 包括437 什麼叫437 437是那些 聖物Tel County County 457 457 OK 457 政府那些叫457 一樣的 它叫437 這麼奇怪 OK 它都是401K 403B 457 你現在教我 437 都是這些退休帳戶 那個稅率是一樣的 一樣 那我就想問 你明天 你明天退休 你退休 你將它轉去你的IRA那裡 那就簡單很多 不是 去了 你已經去了幾年了 OK 那就跟那個IRA 你現在多少歲 你現在多少歲 我現在 我明年就滿70歲 OK 那你是跟那個新例 如果去年達到70歲半的人 是跟舊例的 你是跟那個新例 就是72歲你才需要拿 不是 但是我想知道 譬如9月就滿72歲 那我是9月之前拿 還是9月之後拿 如果9月之後拿 如果9月之後拿 最後是何時拿 不要緊 最後是12月31日 你總之到了72歲那一年 你由那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 你拿就可以了 就是within那一年 within那一年 對 對 對 如果72歲 沒錯 好 謝謝你電話 我們來聽聽這位又是陳女士 陳女士你好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輪到你了 請你問 林先生你好 其實我之前電郵過給你 我說快點因為你時間有 我就是F1學生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 我留在這裏差不多4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報過稅 因為我沒有任何美國收入 也都沒有任何香港收入 OK 我是不是知道要填補稅表 不用 你沒有收入填補 是做甚麼 不用 因為我之前問過一個帳戶 他說我是在這裏 留過日子多於183天 我是需要填補稅表 我就不太明白 我也沒有收入 你這裏沒有收入 你在海外有沒有收入 海外其實我在那裏值得股票 就有那裏值得收入 但是很少才只有港幣一千幾百元 你不用補稅 你完全不用補稅 你現在還在讀書嗎 F1嗎 我讀完 我現在問你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19年8月 四個月之前 我就結了同一個美國籍 我記得你的電郵 我記得 我已經回答你的電郵 是嗎 你回答我 但是如果我賣了一些股票 在我陸卡見的時候 我是不是不需要付任何 我報稅的時候 不需要付 怎樣說呢 我是不是 那 那個關鍵 那關鍵就是 你現在是不是美國報稅 的所謂resident alien 你現在還是F1 visa 因為已經過了 F1已經過了 過了期了 如果過了期的話 你今年也全部時間在這裡 你沒有離開 是不是 是啊 我19年到現在 你那個會計師跟你說 是對的 因為你在這裡 不管你什麼身份 你在這裡 多於183天 而你不是F1 你知道F1 有5年是豁免的 但你現在不是F1 你在這裡 183天 你就已經在這裡 做報稅的resident alien 那你就要為你全世界收入報稅 只不過你全世界收入 是得很少 那你不報也不要緊的 因為在你的免稅額之內 我免稅額有多少 我免稅額有多少 免稅額 如果你現在結了分共同報稅 我不想給那個稅 我不想給那個叫做capital gain 不想給capital gain 那你分開報 你都要報那些的 因為你現在 因為你在這裡183天 你是美國納稅人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和他結婚的時候 我都是屬於F1學生 我是申請了OPT 但是因為我沒有工作 但是如果你是F1是OPT的時候 那個時間是不計的 F1那個時間是不計的 那時候如果你賣了香港的東西 你就不用在這裡報 因為你 雖然人住在這裡讀書OPT 但是當你是沒有在這裡花時間的 所以那時候你如果賣了 就完全不用報了 但是你現在不是F1 你現在的時間 是那183天是在計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183天 你只要在美國有183天 你已經是以為全世界收入報稅的了 我都要給 但我還沒有 綠卡還沒有批 我都要給 不關綠卡事的 你可以沒有綠卡 但是你在這裡有超過183天 其實你就算一年沒有183天 它是計今年的百分之一百 去年的三分之一 前年的六分之一 加上有183天 你已經是報稅的resident alien 那些人跟你有沒有綠卡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有什麼呢 你電子郵件給我 但是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報稅跟你有沒有綠卡 是沒有關係的 好了 那些收入 就算是以前在香港買的東西 你現在成為美國的納稅人 你都是賣東西的時候 要為那些收入來報稅 所以最好 就是未借租 未做移民 未做resident alien 未在這裡 183天之前 你就要賣那些東西 而有些外國人在這裡 他就數著的日子 不要超過183天 因為超過183天 你就算沒有這裡綠卡身份 你都成為美國的納稅人 說說說 今晚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這個節目 星期日晚5點半 又會重播 我們下個禮拜 同樣的時間 再在空中和大家見面 多謝你收看 拜拜 現在在美加各地 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